我用日部落其实是 因为在布农组你要让人家去解释这个故事的话 我是有另外一套的说法 就是一个很有认诚的一个心 跟灵巧的双手跟明亮的眼睛 就等于是我啦 我身上的这个部分 然后我希望吸引到这几个部落的妇女们 如果说我的工作室 可以让这些妇女们把她们的时间摆在一个针 一块布 然后一条线去刺绣 那个感觉很棒 因为有传承的音味在里面 所以我们日部落 日就是太阳的日 我能够上发我的太阳的热度 让他们能够集中在这边 在这个部落里面 就是我的工作室 等于是一个聚会的部落 所以日部落工坊 这样子 我这边是客制化 量身定做 所以我当然都是以客户的需求去 定制他们的服装 那我也会告诉他们说 如果说你要很布农组的味道 我们可以加一些有的 该加的一些元素 不该加的配件 我都会告诉他们 那如果是真的是很传统的话 我这边也会提供他们手工十字绣 那平常我们那么忙 手工十字绣一整套的衣服 你也要花个一两个月的时间 我会请部落妇女就疯疯扑扑 然后贴补一些家用这样子 蛮欣慰的是因为布农组传统的技术 其实断了很久 那从我因为我是服装课毕业了 毕业之后在部落里面 有看到一些婆婆们 还在十字绣 但是因为他们采访的部分 不是很厉害 所以我也是从我婆婆里面 学到这些十字绣的技术 然后慢慢在砖研 甚至我还去学支部 还有拼部 各方面所谓的东西我都去学 走这条路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还是以传承为主 我会希望 这是我的梦想 我想要开一家店 那个店是十六十五的服装 都有就像新年礼服的那种概念 让他去挑 我是哪一种去挑传统的衣服 一边是传统衣服 可能另外一边是改良式的 不管是哪一组的 我现在就等于说 你要的时候 我就来店里面去穿 买就好了 就像成衣的那种概念 那我的工厂在另外一间 我的工厂里面 都是希望是部落妇女 甚至他们孩子可以带进来 我可能会还有一个空间 让他们去让小孩子在读完 就幼稚眼或是看一个小幼稚眼在那边 因为这个传承我觉得是 第一个服装的文化 你可以继续留着 第二个你可以让这些 我们的后代子孙可以学到技术 然后第三点 我会认为说 让全世界知道 原作面的服装是这么美丽的 有联署有时候我只是 我只是投照片让他们去选择 然后他们也会打到我的联署的时候 我就想高兴说 他们会找到我 其实蛮多人做服装 但是如果选到我的话 我就觉得感谢上帝 因为他让我们有机会 我可以服务那么多的人 这样子 对 那愿景当然是希望是愿做愿好 感谢观看